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们平安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为何复活是喜乐的信仰 路加福音24章 在路加福音24章里面 主要提到耶稣基督的复活 有几个妇女带着香料 想要去高耶稣的尸体 结果发现 埋葬耶稣粉墓的墓石头 已经滚开了 然后有两位天使 向这些妇女们显现 天使说耶稣不在坟墓里 耶稣已经复活了 坟墓已经空了 要记得耶稣曾经对你们说过的话 说他自己要被交在罪人手中 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 在这里天使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重要 就是耶稣到底在哪里 如果耶稣在坟墓里 那耶稣和其他人无异 如果耶稣不在坟墓里 那他在哪里 耶稣已经复活了 所以呢 这个问题很重要 这些妇女们呢 听到天使这么说 他们才想起 哦原来耶稣曾经对他们说过 他说过他要复活 只是当时可能不太留意 所以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复活 不是偶然发生的 不是凑巧 不是另外加上的 而是照着神的安排 神已经预定耶稣要复活的 这就是神的安排 是神事先说了 主耶稣要复活的 所以没有一件事 是在神的旨意之外的 当这些妇女回来啊 告诉使徒 耶稣的门徒说 耶稣复活了 那妇女的话呢 在耶稣的门徒听来 好像是胡言乱语 他们对妇女所报告的信息呢 采取了不信的态度 所以我们曾经分享过 信心是一种选择 所以你对主耶稣的复活 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你也认为是胡说吗 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 却是喜乐的信仰 为什么是一个喜乐的信仰呢 接下来经文告诉我们说 耶稣的众门徒当中啊 有两个门徒 这两个门徒呢 走在路上彼此谈论 谈论什么呢 当然是谈论这几天 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 他们彼此谈论的时候呢 脸上带着愁容 主耶稣就显现 跟他们说话 但是他们看不出是耶稣复活了 耶稣就问他们 你们谈论什么呢 这两个人 其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你是耶路撒冷的旅客 他把耶稣当旅客了 把复活向他们显现的耶稣当旅客了 说你还不知道 这几天在耶路撒冷 城里面所发生的事吗 耶稣说什么事呢 他们说 就是拿撒冷人耶稣的事 他们说 这个耶稣是个先知啊 在上帝和众百姓面前 说话行事都有大脑 但是我们的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啊 竟把耶稣 拉去啊 定了死罪 钉在十字架上 但是我们素来所盼望 要拯救以色列人的就是他 我们当中有几位妇女也叫我们惊奇 说主耶稣复活了 这两个门徒啊 就跟耶稣 向他们显现的耶稣 说了这些话 他们脸上呢 带着愁容 但是他们心中并没有放弃 这个信仰和信心 他们还是承认 他们素来所盼望 拯救以色列人的就是主耶稣 不过他们是朦朦胧胧 他们并不知道耶稣 完全知道明白耶稣复活了 不过他们心中没有放弃这个信仰 所以呢 这两个门徒说 我们素来所盼望 拯救以色列人的就是他 然后主耶稣呢 就耐心的跟他们讲解圣经 把旧约有关于 对耶稣的预言 都跟这两个门徒 讲解明白了 当耶稣跟这两个门徒 讲解圣经的时候 这两个门徒的心啊 好像有一股火 在他们心中燃烧 后来呢 这两个门徒 留耶稣在他们家住下 当主耶稣跟他们坐席 吃饼 掰开饼 递给他们的时候呢 这两个门徒的眼睛被打开了 才发现 原来一路上跟他们谈话的 是复活向他们显现的主耶稣 而这个时候主耶稣就消失了 这两个门徒就相信 耶稣真的复活了 然后赶快跟耶稣 其他的门徒会合 告诉他们 耶稣已经复活了 而这个时候 其他的门徒也传言说 主耶稣向西门彼得显现了 与此同时 耶稣又再次向这些门徒显现 而这些门徒以为 是鬼灵 但耶稣说 你们这里有吃的没有 后来他们才发现 这是被钉十字架的主耶稣 复活了 他们还不敢相信 他们又是欢喜 又是惊奇 他们是惊喜交集 所以主耶稣复活 是一个喜乐的信仰 是带给我们喜乐的 主耶稣如果没有复活 那么信主耶稣 不过是一个叫人愁苦的宗教 因为主耶稣自己也被钉死了 那就证明了那些吃笑耶稣的话 他能救自己 他能救别人 却不能救自己 那基督教仍然是个无能的宗教 是一个叫人愁苦的宗教 但是我们知道 上帝有更好的办法 来证明他自己 借着主耶稣复活 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 更好的证明 所以呢 主耶稣的复活 就告诉我们基督信仰 是一个叫人喜乐的信仰 然后主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等候 要祷告 只等到你们领受 从上帝而来的能力 这个能力就好像一件衣服一样 你们要披上能力的外跑 然后才能够出去传福音 会有效的传福音 传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福音 不管是马太 马可 路加 约翰 最后呢 马可 马太 路加 三卷福音书 最后都停留在主耶稣升天为止 所以路加福音也不例外 告诉我们 主耶稣 在最后的时候就举手给门徒们祝福 在祝福门徒们的时候 就离开了门徒 就被接到天上去了 就升天去了 而门徒呢 就怀着非常喜乐的心 极大的喜乐 大喜乐 回到耶路撒冷 然后呢 常常在圣殿里面 颂赞上帝 最后我们看到路加福音 停留在喜乐里面 大喜乐里面 所以啊 耶稣基督复活的信仰 是一个大喜乐的信仰 因为他复活了 活着 耶稣复活了 他活着 永远不死 感谢主 这就是个大喜乐的信仰 主耶稣战胜了死亡 当有一天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要吞灭死亡 拔掉罪根罪性 所以感谢主 主耶稣的复活 就是我们喜乐的信仰 而他的再来 就要带给我们 完整的 全人的拯救 现在我们来祷告 谢谢主耶稣 你为我们从死里复活 也谢谢主耶稣 你升天 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 如今为我们祷告 感谢主耶稣 有一天 在合适 时机成熟的时候 主耶稣 你还要再来 带给我们全人的拯救 拔掉罪根 那个时候 再也没有忧愁 感谢主耶稣 谢谢耶稣 谢谢主 谢谢主 赐给我们这个宝贝的信仰 我们也要祷告 我们要领受 从上面来的能力 批带上能力的外跑 好叫我们有效地 传扬耶稣 私里复活的福音 谢谢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谢谢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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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